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玛 今天带来的是异形40周年的纪念短片 这些短片一共有6部,那之前我介绍过 虽然这些短片不是官方制作,但是质量都非常的高 今天我要介绍的便是其中的样本 它的结尾呢,堪称是神来之笔 故事发生在一座陌生的星球 这一大片建筑呢,是一座太空温室 女科学家朱莉正通过无线电和她的男搭档抱怨着 原来不久之前,朱莉刚刚收集了两份土壤样本 我们眼前的这两个黑深白盖的桶子呢,装的就是样本 然而诡异的是,朱莉的狗子竟一直朝着其中一桶大叫 怎么下令,她也不听 要知道,狗子这还是第一次违背命令 不过搭档安慰朱莉说,狗子只是在尽她的职责而已 朱莉呢,也该完成自己的工作了 朱莉无奈,只好用塑料膜封住了样本 然后忙活起温室的日常工作 没想到呢,在咖啡和音乐的作用下 她竟然越毛越嗨,转眼就嗨到了后半夜 可这时朱莉却发现,自己之前用塑料膜封好的样本筒 居然莫名被打翻了 而且她的狗子也不见了 正当她疑惑之时,温室大门也关上了 灯光也暗淡了下来 和搭档的无线电更是不好用了 朱莉只好打着手电到处探索 全程小心翼翼的气氛,很是紧张 这期间,她唯一的收获就是听见了狗子的吠叫声 以及一种丝丝的怪叫声 最后狗子的声音渐渐降低,好像成了哀鸣 朱莉急忙跟了上去 发现狗子又是养着脑袋在疯狂的飞叫 它在叫什么呢 朱莉正纳闷呢 天上忽然掉下了一股酸液,腐蚀了土地 朱莉抬头看上去,竟发现了一只爆脸虫 爆脸虫飞扑过来 朱莉眼急手快,一铁锹就打飞了它 狗子随即和它撕药在一起 一时也分不清是谁在要谁 后来他们两个且战且退 朱莉顺着声音追了上去 发现爆脸虫趴在地上,奄奄一息 便一铁锹解决掉了它 但是狗子怎么样了呢 朱莉这时才听见有哗哗的流水声 原来是狗子体内流出了类似牛奶的液体 那在以往的异形系列之中呢 只有生化人受伤才会这样 所以据此可以猜测,狗子其实也是个生化狗子 朱莉感谢狗子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之后一铲结束了她的痛苦 故事呢也到此结束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短片最精彩的部分呢 是结尾的反转 因为按照异形以往的设定 每当爆脸虫寄生其他生物之后 自己就会死亡 而最初我看到爆脸虫的尸体时呢 还以为她已经寄生了狗子 而朱莉会察觉不到这一点 最后被异形解决掉 没想到狗子居然是生化狗子 爆脸虫根本没法寄生它 仔细一想 这样的话确实很多地方就解释得通了 比如朱莉第一次发现爆脸虫时 是注意到了它的酸液 实际上呢那是爆脸虫体内的强酸血液 那看起来它在和狗子大战的时候 被咬伤了 本来嘛 狗子咬得过爆脸虫这件事情 就很不合理 但既然它是个生化狗子 那就完全解释得通了 所以说结尾生化狗子的反转 真的是一个点睛之笔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威fans 咱们下期再见